如果你对海外的手机卡感兴趣 那GifGaf是你必备的一张卡 因为它的性价比非常之高 被誉为是英国的保号审卡 这期视频我就给大家来介绍一下 怎么去免费申请GifGaf 以及日常保号的注意事项 那首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GifGaf的特色 GifGaf它是一家虚拟的运营商 它属于英国三大运营商之一O2旗下的品牌 2009年成立 那它的成立时间够久 服务也是有保障的 GifGaf的特色就是可以免费的申请零卡 申请过程非常的简单 GifGaf能安排全球的寄送 当然了寄送到中国大陆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你一次可以申请多张卡 那它是可以低价进行保号的 只需要你每半年发送一条短信 就能够长期保号 短信发送一次的费用是0.3英镑 这和现在的汇率相当于不到3块钱人民币 所以非常之便宜 那GifGaf能干啥呢 它主要就是用来接国际短信 用来注册海外的一些APP 那这张卡它的质量其实是挺好的 它能够注册各种海外的社交媒体 以及一些金融的产品 比如说Telegram TikTok Facebook PayPal WhatsApp WeChat 这些都是没有问题的 那我们来看一下该怎么申请GifGaf的实体卡 GifGaf的邀请链接 我会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那根据它的规则呢 只要是老用户都能够申请这个邀请链接 新用户使用的话 就会获得额外的5英镑的奖励 那赶上它做活动呢 有的时候会送到10英镑的奖励 所以邀请链接这个机制呢 是非常好的 当然你成为它的用户之后呢 你也可以申请这样的链接 去邀请你的亲朋好友 那进入之后呢 就是它收件信息填写的页面了 那你需要把这里面的信息用英文填写 那我这里呢 做了一个填写的模板 供大家参考 你的first name就是你的名字 比如我是杨拉图嘛 就是拉图 last name就是你的姓 杨 email 国内的email也是能够收到的 国家选择中国 然后填写你的地址 这里呢 其实填写你地址的拼音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分成两行 拆开填写 因为最终你这个件是要寄到中国由邮递员 他来安排寄送的 所以通常他们看拼音就能够看得懂 最重要的是要把你的这个邮编给填写正确 这个件就能够顺利的寄到你的骗区 那如果你骗区的邮递员 他们投件的这个准确率不高呢 你也可以在地址栏最后呢 写上你的手机号 方便他识别给你打电话 那填写好这些信息之后呢 我们往下拉 点击order your free SIM 就完成申请了 然后呢 系统会告诉你 现在你的卡已经安排上了 如果你是在欧洲收件的话 三到五个工作日就能收到 其他地方呢 要五个工作日以上 那寄送到中国的话 因为GifGov呢 他安排的是平信的寄送 时间就比较久了 很多网友的反馈是要一到两个月才能收到 我自己大概是等了 得有四十多天才收到的 所以你完成申请之后呢 你就可以把这个事先放一放 先把这个事给忘了吧 把它当成一个意外的惊喜 因为他寄送的过程实在是太慢了 说不好哪天你打开你的邮箱 突然就发现了一封从英国寄来的信 它是用那个宣传单给包起来 里面就是实际的SIM卡 那收到这张卡之后呢 你就可以激活充值了 怎么激活呢 我会把它激活的网站放在视频的说明里 你也可以直接在官网上进行查找啊 然后打开你的SIM卡 这个卡的背面会印着一个activation code 你把这个code竖进去 然后点击activate your SIM 就完成激活了 然后呢 下一步是需要注册 你在gif.gov上面的用户名 贴写一个你的邮箱 点击Next 然后根据提示来设置密码 需要有大小写 要包括数字或者特殊的字符 然后点击注册 这里呢 说要不要给你发宣传的一些信息啊 这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吧 我就点No 你的出生日期可选 可填可不填 那我就不填了 点击Continue 然后呢 让我们选一个包月的套餐 我们是不需要来选套餐的 直接往下拉 找到这个Pay as you go 这个一次性来付款使用就可以了 然后点击Continue 然后它最低呢 一次是充值10英镑 我们就选择这个10英镑 点击Pay Now 然后会告诉你说 你现在要充值10英镑了 因为你使用了好友的邀请链接 还会再送你5英镑 然后底下呢 需要填写你个人的信息 在这里呢 其实啊 我们是不需要填写真实的信息的 也就是说这张卡 它其实是可以来免失明使用的 当然你也可以填写 在中国的真实的信息 跟你收件的信息一样啊 都可以 填写完成之后 我们往下拉 来填写支付信息 Gifgaff它是接受Visa 或者Master卡的支付的 借记卡或者信用卡都可以 填写你的卡号 姓名 有效期 以及安全码 你的账单地址和个人地址 是一致的 这里可以给它勾上 然后根据提示 完成支付就可以了 Gifgaff本身是不太挑卡的 比如说 我用中国的信用卡 中国银行的Visa卡 是能够完成支付的 用虚拟卡 比如说PokerPay 也完成支付 没有问题 香港卡 OCBC呢 都是可以的 那如果这些卡 你都没有 我会在视频的说明里 放一个虚拟卡的 开卡链接 这个卡呢 是可以直接用微信 或者支付宝来充值 在海外的消费场景 进行使用的 那解决你充值的 这个问题 总之呢 你完成激活跟充值之后 系统呢 会把你的Gifgaff 手机号给你发过来 就是0后面 这十位数字 就是你Gifgaff的手机号 你可以记住 用它来进行注册解码 然后呢 还会给你发一个用户名 这个用户名呢 就是你Gifgaff登录官网 或者APP需要使用的 你也需要记好 然后呢 我们可以下载 Gifgaff的APP 在大陆的应用商店 是能够搜索到的 大陆的网络 也是能够正常使用的 打开之后 我们根据提示 进行登录 我们可以查看一下 我们刚才充值的记录 你看充值了10英镑 然后呢 又送了5英镑 这个就是好友邀请 获得的这个奖励 那现在呢 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卡 来进行各种注册了 你看它收短信 还是比较稳的 在大陆也能够收到 各种短信 没有问题 好 那现在卡已经可以 正常使用了 我们来看一下 日常怎么进行保号 有哪些注意事项 那首先我们看一下 Gifgaff它的收费标准 可以看出啊 如果是在中国进行漫游的话 是每兆会收取0.2英镑 什么概念呢 就是通常你要看一个 大点的视频的话 100兆是少不了的吧 也就是说你看一条视频 你就要收个20英镑 这个价格简直太贵了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 把你的数据漫游给关掉 不要轻易使用这个功能啊 要不然你的账户余额 会瞬间秒没的 然后呢 这里有一个语音信箱 它也需要收费 每分钟收1英镑 语音信箱呢 就是如果对方给你打电话 你给他挂了 他就可以来给你进行留言 或者说他一直在那等着 他也会跳转到语音留言的环节 都会要给你收费的 这个收费呢 就比较被动了啊 那我们要把这个功能给他关掉 过一会儿我会给大家讲 该怎么关这个语音信箱 接电话呢 是每分钟1英镑 所以咱们也不要接任何的电话 发短信呢 是0.3英镑每条 这个呢 就比较便宜了 接短信呢 是完全免费的 所以咱们用这个号 就是用来接短信 用来注册用的 这个就是一张保号卡 那我们来看一下 该怎么关闭语音信箱啊 那根据官方的提示呢 说是如果你在境外 就英国的境外 比如你在中国的话 要关闭的话 就需要拨打这个数字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怎么拨打的 那输入 紧紧002进 然后用你GIFGIF的手机号 直接打就可以了 打之后呢 它会显示说 MMIMI启动 然后呢 会告诉你说 来电转接清除成功 就说明你的语音信箱已经关了 那如果你的手机爆错的话 你可以换一个手机来这么操作 只要成功了 你这个语音信箱就关了 就给你消除了一个隐患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保号的情况呀 我们先来看一下保号的规则 什么情况下 这个SIM卡会被视为不活跃 被停用呢 说如果这个SIM卡在过去的六个月内 从被使用 则该卡将被停用 那你必须要执行其中至少一条 才能够有效啊 第一条就是至少拨打一个电话 或者发短信 或者发彩信 所以这里呢 我们就选取发短信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或者呢 使用你的移动数据 至少建立一次互联网连接 但是移动数据一开了 往往这个流量就杀不住了 所以我们一般不会用这一条 或者呢 至少购买一份套餐 或者积分 这个我们也用不上 所以呢 我们保号的话 就发短信就可以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 具体怎么发这个短信 首先就是每六个月 要发一次短信 如果你记不住的话 可以在手机的日历 来设置一下提醒 不要漏发这个短信啊 如果漏发的话 你这个号可能就保不住了 那这个短信发给谁呢 你其实可以自己发给自己的 怎么发这个短信呢 只要在你的手机号前面 加上0044 点击短信来发送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发给其他人 其实也是一个道理啊 00 然后当地的区号 后面是他的手机号 用这样的一个格式 来发送这个短信 那可以看出啊 他一次呢 确实就是收了0.3英镑一条 他的这个收费情况 也会短信告诉你的 那这样计算的话 你一年的短信费用 就是0.6英镑 你充值一次10英镑 实际到这15英镑 这样一除的话 这个短信够你发25年的 当然这只是一个理论的情况 25年时间太久了 实际上我估计 他也会有一些调整 但不管怎么样 你都可以看出 他的这个保号成本 非常之低 所以说这张卡 是不是一张保号神卡 值得你拥有